我們大概到昨天 我們在臨本土案例也安然度過100天 今天開始進入101天 那中間當然有零星的境外的移入的個案 但是我們還是持續在邊境上會嚴加控管 到現場我們總共是455個案例 364是境外移入 36位是頓目艦隊無數5例 本土的案例 所以在邊境我們在一個相關短期商務人士 的一個5天7天我們列了低風險跟中低風險 那這禮拜我們做了一些變動 這個禮拜我們把香港跟澳洲把它去除掉 因為在香港在這個禮拜它14天 每百萬人大概增加了大概是97 在澳門是145 這數目都超過我們在中低風險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進來我們的一些檢測的產品 在國外這樣的一個評比裡面 也得到相當好的一個成績 尤其我們在工業院這邊也有相當亮眼 不但是時間短速度快 那檢查的正確率也非常的高 而且也非常的方便使用 他們總共寄了八個樣本過來做測試 要在三天裡面測完之後把結果report回去 現在這三項的評比都到達100% 那最後的報告是以所謂的高度滿意做為總結 那我們的檢測能量跟產品的精確度 它的效能都跟國際大廠可以媲美 指揮中心會針對不同的情境需求 規劃搭配各式的產品進行最佳的組合 然後另外我們大概決定大概要重啟我們的國際醫療 那大概從8月1號起 那重啟國際醫療是根據這樣的一個醫療上的一個必要性 那我們整個療程的延續性還有相關的風險 那由醫院來提出那我們主案的審查 那詳細我們就請我們醫師師長來做說明 詐程部分那麼過去在台灣就醫的一些國際病人 因此而中斷了他的治療的療程 那麼就是以這個生殖醫學癌症跟手術包含為創為最多數 對於有醫療的必要的來開放 也就是說排除了醫美跟健檢這一些呢 比較不具急迫性的醫療處置 除了病人本人之外 可以同時那麼申請這個配偶或者是三親等內的親屬隨行兩人 有關昨天就是長榮BR211有一班的飛機從台北到曼谷 那有九位旅客因為有症狀而被這個送到醫院去再做後續的檢驗 那我們今天早上有有透過泰國的IHR的窗口 那有告知說這個檢驗的新冠肺炎的都是陰性